來個麥克風噴音 有點小聲 麥克風還ok吧 遊戲聲音偏小 我那天把它調小 我沒來個機會 這樣才有一點 可以讓我越來個手 來吧 嘿FM 這樣我聲音OK嗎 遊戲聲音會很大嗎 好 遊戲聲音會太小嗎 感覺聽不太到 這條蠻小的 先調一半 這畫面看起來跟 蟲之飛有 8.7%像 這個一些介面 但是 遊戲差蠻多的 然後載入速度也差蠻多的 我這樣算快 我看有人要載超久 還是很久 我看今天早上 他載入 要一分鐘 我忘記上去打到哪 我現在在哪裡 我在哪 東冠森林 我怎麼忘記 我怎麼忘記 我上去打到哪 我 我 我就是 想起來的白王打完 然後 電影要胡說起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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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我就玩鮮 الح記 還要配小地圖 等我一下 忘記把小地圖放了 玩 rhythm 難找 dran 不只地圖上的寶箱 真的非常麻煩 然後我也忘記放了 知道我們 我們今天下載他的地圖 我怕我漏洞進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我們繼續破下去 好 我們繼續破下去 好 冬冠森林 也是蠻多東西的 然後這一袋不知道為什麼要挖礦 我整個無厭 這袋要挖礦 入口 為一個好 你先去開口 我先去開口 我先去開口 你先去開口 你先去開口 我先去開口 休閒穩了 然後慢慢解 不會吧要御底了 不會吧要御底了 這寶箱 這寶箱 還是重置被那個比較好空 只要空就補出就好 就有其他人AI像智障一樣 然後再來不能點 一定要點這裡喔 點這邊沒用了 一定要點這個選單 操作性自家 還在用鍵盤 鍵盤就沒這個問題了 我這個風格看不慣了 我這個風格看不慣了 我習慣唯美風格 這障礙怎麼點 叫iff 去 不客氣 啊 對阿 就跟你那個熊之輩 熊之輩是六代的資料片阿 所以怪長得一樣 兼用一下應該也是合理的 快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看來撐不住了 看這個升級動作跟畫面是不是很自成相似 跟他有升級音樂 他有點軟啊 他有點軟 多多那個補血 然後這跑步還會耗體 耗這一條 這個沒辦法 這個寶箱看起來就是要用他 這隻有 按出什麼東西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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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吹一下 專精打這一隻 奧義 原來是跟好機有的合體技喔 試試看 哇好帥喔 好好虛喔 連動畫都沒有 一二怎麼都 都被格擋 這遊戲還是暗雷制的 所以 我一定會 因為不好心農的很多 很高等 要解全藥素一定會很麻煩 這裡有一顆隱藏的蛋 還要仔細看地圖會不會發黑煙 這隻是不是很刺成槍刺 你開始打的猴子 他這個時候模組好像比較粗糙一點 這個樹你也是 好像也是看過的 他亂打一通 他亂打一通 這隻一看就知道怕火 稍微 會不會 對 我會不會 比 去 對 怕火 我會不會 真没想到 那真是 就像那我们也有试了 那不见 那这的 多试 我还不想到 第三次 再回过 再回好 再回その 再回 又怪我 戰鬥超脫的 真的不想打 這裡應該是有隱藏的東西 仔細看一下 我的眼睛不好完全找不到 我有點難找 你變成又怎樣 太久了 我可以看到你 每次人的東西 我可以看到你 一樣的哪怕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我的女兒 我可以看到我 你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看到這兒 看起來要跳過去 找到了這個吧 躺在這種隱密的地方 看起來不會激活打 沒有說激活指令 這個不能 另外一個人MP不夠 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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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够操作之下 想再有更多人的生活 人家都不想要 好 真正好 这里好像是一个企业 给你学习密技巧 那我真的很准备 也但是要过去 如果我应该就习惱了 不得比成一样 没错 那边呢 那边说 我所在一个战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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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在这附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别这么调皮嘛 小导弹鬼 我的头发都被你弄乱了 他怎么会和琥珀 你是说你身边的那个鬼神 但他怎么也看得到它呢 你也看得见琥珀 原来它叫琥珀啊 长得可爱 名字也很可爱 天灵 你以前从未跟我提过他的事呢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我想想啊 那约莫是我八九岁的时候 那时父亲严寄我自己去后山玩 有一晚我趁夜偷偷溜出去 便意外和他结识 从此他便跟着我了 有时还会告诉我哪有危险 我们可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呢 哦 原来 他也是去山里玩认识的 哼 琥珀 他在摸哪里呢 对 好机友 哎 别担心了 只要是琥珀喜欢的人 大概都没什么问题 琥珀对一有无敌意 可是非常敏感的 是 是 那请你们继续调琴吧 我不打扰了 哎 哎 等一下 本公子才不是在调琴 你弄错了 我们只是陪琥珀玩 当真不是调琴 没关系 我懂 我懂 哎呀 不要弄了啦 他本音太好笑了 我就姑且相信吧 哈哈哈哈 原来 加兰多大哥看不到琥珀呀 是啊 他说他能感应到琥珀的气场 但是见不到他 哦 原来如此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你能看得到琥珀 你到底又是什么来的 我的来历并不重要啊 天灵 你只需知道 我是为了你而已 什么 为我而来 就如我先前所说 我跟你之间 有一个约定 嗯 彼此 还有很深厚的缘分 嗯 算是 已注定好 虽然日后 你我之间会如何 目前我也推断不出 但唯一能确信的 是我们二人来日 注定我的夫妻 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啊 只要你想起来我是谁 一切迷惘 都会解开 不然 我现在即使说破了嘴 你也不会相信的 等你想起来之后 我们便能一同白头偕老 所以 你可别让我等得太久哦 哎 什么呀 这 这是莫名其妙的故事 哎 那他跟着我 还真是一大事 不过都承诺他了 如今 也不好撤回前沿 这 小凤 小凤 啊 怎么了 前方 有两个奇怪的人 又有新 新妹子要加入了吗 这些人 衣着好古怪 嗯 他们是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小凤 我大概 认出他们是什么人了 我建议 我们最好不要再多管这二人的事 为什么 臭丫头 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吧 哼 这下子 你们无处可躲了吧 你们 把东西交出来 我们便会放过你们凶 我 我 我 可恶 岂有此理 你们一群人 怎可如此 小凤 你要做什么 大奶罐断维路对 人家大奶罐 还不住手 如此一种气寡 欺负一件弱女子 你们不觉得可耻吗 哪来的中原人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本公子完全听不懂 中原人 你既不知各种原谣 就别进入我们之间的纠缺 哦 原来你们也会说人话 是 使用剑木铁 使用剑木铁 那我便无法置身事外 袖手旁观 天灵 我也来帮你的吗 忘记补MP了 看现在 啊这游戏可以让你补 哈哈 5NP的在哪 挑起單嗎 增援增援 我需要更多增援 這個吧 養生之道 剛忘記看誰的靈靈值比較高 加自己吧 我覺得自己就是 法度比較高 然後 這個為什麼要不能用 我猜應該是兩個人都要滿 OKOK 護盾 護盾 兩個人都要七死吧 就可以放奧義 住吧 撐住撐住 不然這一招速度最高的樣子 很好就補不回來啊 他吹的速度跟不上損的速度 不知道我自己用 喔喔喔 被 被圍毆 趕緊補一補 1900 這能不能對他有效 看能不能對 毒效 他 這些 那是 那是 在那邊 那是 可以嗎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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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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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2 2 3 不然, 太多了, 太多了 為什麼都會被格擋呢 有了有了 手戰 砍出重砍 我記得攻擊也蠻重 這好費 他是不是有個小劍 在跑的時候才不會折長 看一下 還不太熟 要怎麼打出高傷害 放個步驟慢慢試 這樣都會被刀駕 因為就在這邊都會被刀駕 還要看左上角 給你 給你 都沒我 然後他幫奧義 然後他幫奧義 給你 點 多一點在攻擊 可以三點幾 所以不只六十點 大概九十點好像也會 然後就要加入了 一群欺善怕惡的家伙 哥哥 卓山救哥哥 不好 他的傷勢很重 我先來替他施法 看看能否治療 不過 我也沒什麼把握 我看他的指定了 只能說 盡力而為了 指了 妹子才會加入 說 說了 不行了 我 我不行 是能使命 就 交給 不 哥哥 不要 對不起 他的傷勢實在太重 我也無力回庭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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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哥 哥哥 我們最後還是沒能把他救 不知這死去的男子 是這位姑娘的什麼人 要是能聽懂他在說的話 就可以直接問他了 天靈 方才我試著問他 發現他好像能聽得懂我們中原的話 真的嗎 那這下好辦了 我來問問他吧 這位姑娘 請恕我冒昧 聽說你能聽得懂我們的話 是真的嗎 我 原來你真的聽得懂 那太好 你別怕啊 我明白你如今十分難過 只是我們希望能夠幫助你 因此需要了解一些你的情況 所以 還容我冒昧先請教你幾個問題 幾個問題 請問你們是誰 從哪來 我 我跟哥哥 是從蜀國來的 原來你們是兄妹 難怪你這麼難受了 但蜀國又是哪裡了 在西南方 一個很遙遠的地方 那跟加蘭多挺像的嘛 只是加蘭多是來找他姐姐的 不知你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還有剛剛那些人 又為何要追殺你們呢 我 是奉師父之命 與師兄弟 一起來中原 我們 想尋回昔日 被捕孝族人 禁供給中原人的蜀族盛契 那些人 是敵對的門派 他們想逼我們搶先 找到聖器 所以也派人 前來中原 他們一再發動攻擊 我們的師兄弟寡不敵眾 一個個倒下 如今 只剩下我一個人 蘇國姑娘 換我來問你一個問題 敢問你們所要尋找的蜀族盛契 可是九指黑色銅人像 加蘭多 你怎麼會知道 他正在尋找九隻黑色銅人 小鳳 黑色銅人 我曾提過 新讀國文獻上記載 黑色巨龍 乃是由昔日敵國創造出來的一種恐怖力量 在重創了我們祖先後 他最後化成了九指黑色銅人像 所以你們確實是前來尋找九指黑色銅人 這一點我沒說錯 這 你們打算把黑色銅人帶回蜀地 有什麼目的 你們的敵人為何也要找九指黑色銅人 他們又是想做什麼 那 那原本便是我們蜀族的聖物 本來就應該留在我們蜀地呀 師父 不希望他們流落異邦 黑色銅人 所以想把他們找回去 是敵對的門人 我 我也不知道 他們搶銅人要做什麼 有個銅人呢 你要撐90秒 不過 自古傳說 黑色銅人擁有神秘力量 也許 他們想拿銅人去做壞事 鄉親 我 我真的不清楚 你可知 他們擁有什麼樣的神秘力量 我 我 我不知道 若我的推測無誤 你們應該也是聽到中原木野大戰之時 曾出現黑色神秘巨龍 所以才會文訓前來中原 我沒說錯吧 這 我 你們找黑色銅人到底想做什麼 說 我 我 我不知道 大家什麼也沒跟我說 加蘭多 人家才剛失去兄長 你犯不著現在追問他這麼多事嗎 小虹 這位姑娘的事 你接下來打算如何 那我們總不能把他一個人獨自扔在荒野 騷入後攻 如今他隻身一人 萬一又遇到剛才那群敵人 肯定難逃一死 至少 我們得先帶他去安全的地方 我也贊同天靈的意思 好吧 我明白了 那 我們就先帶他到安全之處吧 可是 我 帶著我 你們也會被追殺的 我們就是擔心你 又會被他們追殺 所以才決定保護你 放心吧 本公子的本事 可是很強的喔 有本公子在 沒人能傷你 可是 我 這位姑娘 你就不必再見外 先隨我們一道走 而且 你如今孤身一人 若是留你在此而不顧 我們也會於心脖 可是 我知道你很難 不忍離開 但人死已不能復生 快加入吧 因此遭遇危險 反而會讓你兄長 在九泉下也難安 沒事 所以 你就跟著我們一道走吧 黑色同仁是吧 黑色同仁 啊 對對 黑色同仁 所以啊 你就跟我們一道走吧 我 好的 謝謝你們 出手救你的人 是天靈 他是眼國見識 身後那位 是迦蘭多 我是胡月 那你呢 你叫什麼名字 我 我叫容霜 容霜 好 容霜姑娘 那接下來 就由我們來保護你 相信你哥哥 也會放心的 謝謝 睡眼 哇 運飛兩次 呵呵呵 競爭對手 又多一人 加蘭多表示 雲田雞大腳無關 雲田雞大腳無關 奧義 都不知道怎麼 好像都可以串 這什麼 牛名字 這可以取潛責FM 呵呵 狂體洗腳 正序好像有差 連不起來現在 不夠多 所以沒辦法連其他 那怎麼回血 那這個 來看一下 出戰 哇 啊你下去好啊 還是主角下去 看他誰比較廢 我覺得主角比較廢 還是這個下去 好吧 你下去吧 只能選三個啊 只能選三個啊 不能四個 出戰 這樣 好 哎寶箱好像可以回收 哎呦我要收起來 先回個血 先回個血 我剛白補了 這裡可以 這邊有個寶箱需要他來破 我 之後應該還會來吧 先繼續走 水礦點 他這個物理型的嗎 他這物理型的嗎 他沒仔細看 啊 阿威 奧逸是輔助的 吃走 忍者100再攻擊 沒有最多就60了剛應該是暴擊 打三箱應該是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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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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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他才是阻力耶 主角想幫他踢下去 好像是黃昏,所以寶箱有點不一樣 阿姐怪怪地圖怎麼剛剛不太一樣 看來今日只能走到這裡了 若非路上延遲了 說不定我們此刻已踏入蒲箍境內了 對不起,我 容雙姑娘,你為什麼要道歉 我們並沒有再責怪你啊 都怪一路上,那些襲擊你的刺客太煩人 不然我們說不定現在已經登上風神台了 風,風神台 我們還沒有和你說我們的目的地呢 天靈他們此行是要尋找 據說位於蒲箍國境的風神台 為什麼 因為我姐姐也與你們一樣 都是聽聞黑龍下落而來到中原 木野戰後 周人把大批從中原搜刮的神聖祭器 都安置在風神台上 依此推測 風神台不許跟神秘黑龍有所關聯 和風神台有關 書國女,你可知道出現與木野的神秘黑龍 與風神台之間的關聯 我…我不知道 我從沒聽過什麼風神台 那就奇怪了 若你未曾聽過 那你剛才聽到風神台一詞 為何露出詫異之色 我…因為那名字聽來很怪 好了好了,加蘭多 你今天是怎麼回事 對這位可憐的姑娘 怎麼老是咄咄逼人的 這可一點都不像之前的你啊 人家才剛失去親人 心裡可悲傷難過了 我們不要這樣一直對她窮追猛打 我…我說小鳳啊 你怎只要一見美麗姑娘 便馬上鬆懈戒心 一味袒護啊 哪兒的事 本公子才沒有鬆懈戒心 好了好了 沒看見容霜姑娘 因為自己害你們吵架 都尷尬得低下頭了嗎 不過 天靈她說得很對 容霜姑娘才遭逢喪兄之痛 我們是該對她多體諒 不如 我們儘快紮營 讓她今夜能好好休息才是 嗯 說得有理 那麼 大家動手紮營吧 你看這個載入土 我先被一切 這個堤是不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字... 這個字... 沒辦法吃到字體 這個堤 錦... 錦餅公子 刷到了又... 什麼 爺爺的座下守徒 快快有請 江公子 姬公子 您怎麼會來東方呢 在下奉師尊之名 特地前來尋找姬廷王姬 不知王姬是否曾來到此地 與您諱悔 王姬 他從未來此啊 王姬從未來過 當然 王姬好多多的浩金不呆 無緣無故來因人頑民盤踞的 東方做什麼 公子有所不知 王姬因故輕車簡從 竟次前來東方 師父他老人家推斷 王姬因會前來泰山 到公子安寅之處 此地 為因人殘擋所拒 向來對周人滿懷敵意 師父擔憂倘若魯師 則王姬安慰堪律 原來如此 可惜爺爺應是弄錯了 在下並未見到王姬 王姬或是身在別處 呵呵 中二一審 看來須駕駕照學 原來如此 感謝姬公子 請等等 姬兄 姬兄您千里而來 卻又匆匆流去 如此未免也太辛勞了吧 好青巨子有千里之藥 想必旅途勞頓 還請您在此稍事歇息息 今晚就讓在下社宴款待 為您洗洗塵 明日您再行出發尋找王姬 一時不止 不成 王姬下落為您 安危難料 在下絕不能再做當歌 哎呀 您就別這樣拘泥了 不過耽誤一日 爺爺不會怪您的 但若是爺爺指我禮數不周 可就要責罵我了 姬公子 您的好意在下心裡 但此事 來人 速速備下宴席 為姬公子洗塵 是 姬公子 您這邊請 唉 姬公子 請 好吧 怎麼會 怎麼會如此之強 天在今夜 前來尋找 那 無論什麼 今夜的行動 絕不可任意 我行動 過過場太久了 又有新妹子加入了 看起來就是這樣 哎呦我要加入 黃姬 你們大家快過來 怎麼了 你 你們好大膽 竟敢謀刺王姬 抱歉了 此地深深荒野 即是喊破猴子 也無人知曉 你再次被我等殺害 乖乖任命 你 你們 啊 這呀 如果是之前在演國 曾與我秉釋過的那位周族王姬 這位姑娘我認識 這位姑娘我認識 公子要下去救你 啊 天靈 搞什麼 童小優要搜後攻 一群人聯手攻擊一位富商女子 不覺得可使嗎 哼 本公子簡直看不下去了 嗚 臭小子 既然你都看見了 只好讓你陪她一起死了 哼 好大的口氣 想殺我 先問過本公子手中的劍 天靈 我們來幫你了 出戰腳 這個嗎 要多一個 避戰 主角避戰 所以 沒辦法了 主角不能踢掉 我想要踢主角 主角最廢 避戰 不然可以換還不錯啊 其實還可以換 戰鬥中還可以換 我感覺你好像不太妙 這個好像 先開護盾 對 冰很緊 他就負責 催催消補血 武士不能往 是 這 正 你 有 楼 那 會 很難 不可 有 好 主角跟妹子都沒有合體 居然只有跟那個好機友才有 還是之後才會學到 說你們為什麼要殺他 我 我們只是奉人之命 奉人之命 奉了誰之命 不 我不能說 不能說 那好 只要你說出主事不然 下場你自己明白 我說我說 公子饒命 我們乃是奉江公子之命來的 與王金並無過節 我們多好容易就說了 這個司徒也太沒介紹 那江公子又是誰 慢著 你說什麼 原來是那個 被打包 這混蛋好大膽子 要真把我殺了 他又如何向我爹爹交代 公子言道 只要推出王金狩獵 遇難而死 如此便成 可惡 這傢伙竟然敢如此放肆 我 我先殺了你這走狗 且慢 這位王金 剛才小鳳已承諾過那人 只要他說出實情 就饒他不死 你若殺他泄恨 便是讓他失信於人 你怎能憲好心 救你的人於不義呢 滾 滾 還不快滾 原來是那混賬 這位姑娘 請你先別激動 你傷勢不欺 我先替你施法療傷吧 馬上就三個妹子 隊伍 隊伍就是放三個妹子就好 其他兩個踢下去 我說你啊 到底做了什麼事 全惹的自家人還刺不來殺你 每個妹子都被追殺 我只是 要他像你一樣 接我時間 接接我時間 剛好啊 像 才三件就接不了啦 太廢了 沒想到爹爹最敬重的江太師 為本王積挑的夫婿 竟不過兒耳 你 你別侮辱爺爺 是你 你出手沒個輕鬥 我只當作陪你玩玩 可你 你竟然來真的 你竟然來真的 哼 不來真的 又怎能看得出你的本事高低啊 還有七件呢 喂 你接不接啊 王姬 請您快住手 江公子若有什麼萬一 莫說江太師會責罪我等 即便是天子那裡 王姬也難以交代啊 王姬也難以交代啊 王姬還是把手吧 江公子畢竟什麼未來夫婿啊 這麼沒用的廢物啊 哪配做我姬婷的丈夫 就連那些以前 敗在我們手下的商族戰士 都比他更有本事 本王姬這就回去 向爹爹禀明 叫他換個有本事的男人 給我做丈夫 你 你這個賤人 等著瞧吧 你看 過場一下 瞧瞧窄就這麼久 這個過途非常不適 我怎覺得 此事 你也有錯在先啊 跟神怒一樣 有道理啊 你說本王姬做錯什麼 你說清楚 別激動 你傷口 會裂開的 好痛 打不過人 便派刺客暗算對方 這種做法 確實很可耻 像我們商人 絕不會做出行刺 這樣卑鄙的行徑 要也是光明正大 堂堂決戰 小鳳 看來這位王姬 又要 又要 又要保護了 在他傷勢痊癒之前 你看又要留在 我們只能先留在此地 照顧他了 看來 正因會多耽搁一些時 好姬要表示不能接受 你能接受嗎 要把重傷的人 丟在荒野 一走了之 我可做不到 這些小鳳 這位王姬 應是你敵國的人吧 你挺身保護他 還為他而耽搁時辰 對一個自己的敵人 你竟可做到如此地步 還是說 只要是漂亮姑娘 你都一律特別禮運 你都一律特別禮運 胡說些什麼 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義 況且我與他 也有一面之緣 眼前的遇難 豈能戒死不救 阿父可不是這樣教我的 瞧你認真的 我只是說笑罷了 鳳大夫教子有方 令人敬佩 她傷勢很重 我看單靠胡悅姑娘之力 只怕仍是不夠 肩上再說 我便以麥倫之能 助她一臂之力吧 我也要 千萬多 沒想到原來你的麥倫 也可以拿來救人啊 我還以為 她只是單純的5技呢 麥倫之術 可是十分莫大精深的 她可攻 可攻可守 能傷人 亦能護人 亦能護人 全憑心之所願 可攻可守 為什麽 為什麽在哥哥冰死之時 她卻絕口不提呢 太好了 她的傷勢似乎已經穩定下來了 多虧加蘭多大哥 不然以我的法力 成效可沒這麼快呢 只是雞姑娘 傷勢忍重 我們最好再去採些 有助傷勢痊癒的藥草 以保萬全 太山的山腳一帶 應有 野桃葉 紫珠草 百花蛇蛇草 七梨丹草 九截茶根等藥草 我們將前兩樣搗碎外敷 後三樣搗汁喝下 必能有助於雞姑娘 傷勢復原 真看不出來 原來你對傷藥 如此了解 對了 為什麼你對這一帶 哪裡有什麼藥草 也十分清楚 我為了追憶 我為生命中 最重要的故人 曾在泰山住過一段時日 生命中 最重要的故人 天麟 等你想起來 就知道我所說的是誰了 又來了 你還真喜歡打這雅迷 真讓本公子氣悶得很 五月姑娘 雖說 周國王姬 傷勢已見趨穩定 但我看來 此時仍不宜挪動 要折回泰山 距離只怕太遠 不如 我們留一半人在此地 另一半上山採藥 好法子 那加蘭多 請你們留在這裡照顧他 我和胡月上泰山 一起找藥如何 說起來 你和容霜姑娘 都是異相客 要比起對泰山的熟悉 還是本公子在行 不 不行啊 我怕 我留在這 招來刺客襲擊 反而害了那姑娘 嗯 知道也是 那這要怎麼辦才好啊 天靈 不如我們就帶著這姑娘 一同上泰山吧 這樣找到藥草後 也能及時治療她 雖然她傷勢尚未大好 但我想 只要我們沿途小心照護 應該也不至於加重才是 加蘭多大哥 你覺得呢 雖然有些冒險 但也只能這樣了 走吧 我們就折回泰山 替王姬姑娘採藥去吧 整層梗 地圖要多用 我要再走一次 能不能直接出大地圖啊 然後飛過去 我在想能不能這樣 那邊有個 我先試試看好了 出大地圖 應該會比較快 先補個血 可惡 逼你走 對 他補血對她 這樣好像比較快 打怪一開始的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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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 好 好 再次攻击 為什麼會硬的不科學 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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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槍不然打這麼久 其實紅磚好像不好用 這樣速度比較高 然後又補 現在是夜晚的地圖 所以寶箱點都不一樣 剛撿了4號 另一邊有 現在是夜晚的地圖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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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夜晚這邊有蛋 我剛好像錯過黃昏的圖了 黃昏剛沒有走回去 好煩喔 根本找不到 仔細練眼力 發黑煙的地方 也太難找了吧 蛋真的是很苛刻 幾小時 3免 0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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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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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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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都想換成法術 這樣 如果這樣 把男主換掉 好像也不錯 試試看這樣 然後都用法術攻擊 是給我 沒想到 想到 這就是 說 難道 算 算 算 i know you want to do this w w w 试试试 唉唷 掛掉了 哈哈哈 掛已經掛掉了 掛掉了 掛掉了 midnight 哇 他就這樣一直放 敗陣 小怪有些強 小心一點喔 對阿八百多 我哪知道他兩隻都一起放奇數 不給我補 我早知道就早點補 好要重減彈 應該要隨時存檔 我來記下來 這樣好了 他又放奧義 然後另外兩個放 把術看看 這次比較快 不用找太久 在這 迅速解決 對 那右邊怕我 對 自動 對 自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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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痛 就算了 等到我了 再攻這回合 再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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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怪強的不可血 奧義 要把他吃掉 怪強的不可血 沒事多存檔 以免被怪苗 我就來就換他好了 然後用法術 賭的話要等一兩回合 要講到啊 兩位直到 這樣快多了 就這樣輕吧 好機有 太多了一個我有 把他控到一樣 兩個都要起死 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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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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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血量非常危險 決心暗防 相手を敵にとっても、敵に移動しっかりと戦闘があります。 ここは、 敵を敵に移動し、敵の敵に移動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敵を敵に移動していると、敵を敵に移動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敵を敵に移動した場合に戦闘を討論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试试 2 2 1 1 2 1 嗯 然後 另一邊挨堆寶箱 超麻煩 是不是要開一下 應該還沒到 錯過一個凹槽 怪好煩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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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臺 啊 敵 過敵 杜聶 但有夠力 卡卡卡 把这仇带到 向前大家能够走 不可怕 不怕 不怕 被封牌了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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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掉掉了 去掉掉掉掉掉了 散步 我反正能幹什麼 一定是要去 是樂隊 但是就去大陸 對它 我也是 對 那可是我 這應該有蛋吧 至少不到 不然就好像可以下去了 又來了 又來了 雨滴真的翻 被子打破 被子打敗 被子打敗 迷你了 能用拠 傷害 這部的搬 不准备了 前央 politic了 可以 不准备了 超前方的位置 好 就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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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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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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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不踩了 感覺進度有點緩慢 小怪站太多台前 小怪站太多台前 這行路有夠費 這卡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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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足技是夠优优独播剧場 他擊起的時候 优优独播剧場地致 撐起來超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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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喔有了 多了一招 好威啊 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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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佑 有威多子 有威多子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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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不舒坦 加兰多大哥 请别如此捉弄我呀 我 我是劝天灵 早一点让那位王姬离开 以免惹祸上身 你别生气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 说实话 我本来也与你有相同的顾虑 但后来仔细想了想 认为救他倒不失正确之举 此话怎说 我们目标是 打探周人的风神台之事 若真被周人察觉此事 多少会有些麻烦 但有那王姬同行 多少也多一个凭借 必要时可作为人质 你别一脸惊讶 我并非真要拿他性命威胁敌人 而是说 若有他在 当真有什么万一时 那些周人若担忧我们会伤害他 多少会有些顾忌 是没错 但是 放心 那姑娘的脾气虽坏 但并无什么心机 我们不必担心他会出卖我们 但是凭他王姬的身份 对我们却是多一重保障 那此事 就让天灵自己决定好了 倒是我也有一事 始终不太明白 不知可否请教加兰多大哥 请说 为何加兰多大哥 能如此坦然对待那位周国王姬 却似乎对戎双姑娘带着强烈的敌意 想不到你心思也挺敏锐的嘛 神秘姑娘 我并不叫神秘姑娘 请叫我胡越便可以了 好的 在我眼中 那位叫姬婷的王姬 为人明快爽直 是那种不会藏匿心事的人 但那个叫容霜的蜀国女却不然 我感觉 她实际上 对我们暗中隐瞒了许多事 她才刚来不久 又刚丧失亲人 不能对我们这群陌生人敞开心扉 并不奇怪啊 但她是听说 黑色巨龙之事而来中原 寻找的正是九尺黑色红人 其用心相当可疑 果破 怎么了 总算摆脱了那家伙 真不料 师父孙儿竟是如此不孝 比纯炎珠还多了几分心扉 也没有人如此深夜 在此偏僻荒深 故 似乎并非王姬 但这身装熟 似乎也不是 也罢了 眼下寻找王姬才是要 还是尽量不要在敌境多生事顿 那人走吧 若未猜错 他因是追捕王姬的刺客于党 幸好 我们将王姬姑娘藏在隐蔽的地方 对 藏在草丛里 那我们索性去收拾她 傻瓜 对方都走了 你何必再刻意惊动她 也对 不过此地 说不定还有其他正在搜索姬姑娘的刺客 天灵 那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太山吧 让她走 都好了 谢谢 要不是由你相救 我早就没命了 本公子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罢了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回去吗 其实前几日 我们在泰山遇到一名 前来追捕你的刺客 那名刺客长得十分高大 看起来颇有架势 想起那个死混账 又派人来追杀我 你尚玉不久 若是遇到那样的刺客 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 谁管他呀 要是你们呢 接下来要去哪儿啊 我们要去蒲姑 寻找风神台 风神台 你们怎么会知道 这个地方 为什么连你也知道 风神台 听来的呀 江青那臭小子 在我面前提过 那好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我便帮你们去找那个什么风神台吧 你知道风神台在哪儿 啊 我当然不知道了 那你要从何帮起 详细位置我虽然不知道 可听江青那家伙 又莫提过一些 多少也管点用嘛 那臭小子说什么 风神台对他们江家 可是十分重要 是他爷爷特地兴建的 既然他敢这么对待我 本王鸡当然要好好地回报他 去砸了他们家的风神台 我说 有你这样的王鸡吗 我就偏要让他在他爷爷跟前 狠狠地出城 这才甘心 好了好了 废话少说 本王既想这么办 就要这么办 好 我们这就出发吧 快点去找那个什么风神台 好 那你就先随我们一道走吧 又多一个妹子 呵呵 在御家里 也好 好 呀 白ве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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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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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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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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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